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身上穿的这件 LeMail的四粒扣西装 这个西装 我的妈呀 怎么说呢 就是穿上以后浑身都帅得起 鸡皮疙瘩那种 搭配这条CTV西裤 两个是不同的面料 CTV西裤这个是高含量的金狐狸 英国产的羊毛 LeMail这个羊毛含量比较低 这个西装采用的是50D的全身衬 内里是所有做西装里面 最最高级的叫做冰霸面料 冰霸面料是世界上做西装里头 两种最高级的面料 一个是冰霸 一个是全身丝 但是我个人更喜欢冰霸 对于休闲西装来说 LeMail的版型应该是最好的 没得挑的 就是这么好 今天想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条 超神超长超细的CCP立体剪裁西裤 这个西裤其实最大的亮点 对于普通人来说就是 完全可以搭配休闲的运动鞋来穿 而且最最最最重要的一点是 非常的显瘦 因为我平时日常经常健身 经常练蹲啊 所以腿很粗 但是大家会看到这条西裤 侧边是三片的立体裁片 就是无论从任何角度看 人都显得非常的纤细和修长 但是 普通他们会说是什么 Skinny Feet和Slim Feet 不是 这个就是有一点修身的剪裁 但是完全没有那种颈腹和压迫的感觉 蹲什么的都很舒服 而且超级显瘦 对胖子也非常友好 首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件 双排两立扣的休闲西装 这个可以说是千元以内休闲西装的天花板了 我们LASTYERS品牌的售价非常实惠 但是配置却非常高 这个西装有50D的全衬 和日本冰霸的内衬 为什么这么便宜 因为我一个人干了一个团队的活 而且连B站的视频都在自己做 我从来不跟别人比 怎么去简化服装的工艺 怎么用廉价的面料和辅料去节约成本 我只比谁做得更好 不比谁做得更烂 如果你让我选休闲西装 我第一会想到一定是这一件 虽然之后也会有别的款式 但是这一件一定是您经常穿着的优先选择 因为就一个字 帅 无论男孩女孩都能穿 你别听别的博主说什么单立扣西装 单立扣西装是老头穿的 如果说两立扣西装是休闲西装里面的王牌 那么LeMaire这个双排两立扣休闲西装 就是王牌中的王牌 可以说是版型之王了 剪材和细节都非常的赞 我们先看一下面料 面料和原版一样都是使用的羊毛混合面料 因为休闲西装很少使用全毛的面料 内衬方面我们用的是日本全冰霸的面料 就是日本续化成的冰霸 原版的LeMaire是半冰霸 我甚至比他还要良心用的是全冰霸 冰霸面料能够抑制肌肤发闷和发黏的那种感觉 让你时刻保持特别舒爽的穿着体验 但是冰霸的成本也是非常高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扣子 扣子我们用的是全手工的牛角扣 每一颗扣子的花纹 纹路啊 它都不一样 非常的精美 这件和那个CCP的羊毛西裤一样 都是接近万元的超级单品 简单的和大家说一下工艺吧 这个西装使用的是全身衬 衬就是和面料用来做复合的 这件西装全部使用了全身的50D的内衬 可以说在休闲西装里很少有人用这样的工艺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会让西装穿起来更贴合更加有型 普通的休闲西装是软趴趴的没有衬的 另外在做每一个细节的时候 我们都会去做小趟的工艺 就是这件西装虽然是休闲西装 但是用的是做正装的工艺流程 所有的材片 包括袖口 领子 大身 头戴 都需要提前做小趟 做小趟的好处就是衣服成型之后 本身就非常的有型 不用费很多的时间去熨烫 另外就是我之前提到的冰霸内衬 冰霸内衬是做西装工认的两种衬之一 一种是冰霸 一种是真丝 冰霸内衬比真丝更实用 透气性更好 而且防静电和更加耐用 我不认为有谁会舍得花钱给你整冰霸 让你想用 那一千块钱以上的西装都很少用冰霸 毕竟冰霸内衬的价格是普通衬的好几倍 另外就是大家看一下这个领子的细节 领子是前片一体的比较难做 然后那里我们做了两个双眼皮的内带 工艺非常的精美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都是双眼皮的内带 实用又精美 另外大家可以看到 在正面的那个扣眼的那个细节 虽然可以扣上 但是扣眼那个细节 我们可以放各种各样的装饰物 放各种各样的Ping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扣眼 我们之后也会有各种各样的Ping提供给大家选择 有这种SoloList的 宫下鲑鱼的骨头Ping 还有我做的一个系列叫做 Grate for Death 感恩而死 这个系列也是摇滚月 主题里面非常非常热门的 时尚单品 最后说一下系扣子吧 就是经常有朋友会问我 西装的扣子该怎么系 我们拿三粒扣西装举例吧 第一颗扣叫做Always 就是顾名思义 Always就是经常要系吧 第二颗叫做Sometimes 就是可系可不系 第三颗叫做Never 就是永远不要系 两粒扣西装你系 低粒扣或者不系扣都可以 这件LeMaire的西装很贴心的 它两面都设计了扣眼 女孩可以系一颗扣眼的这个地方 男式的可以系两粒扣眼的这个地方 那里也可以把它扣上去 反正总而言之 就是一件非常帅气的西装 先锋品牌做的衣服怎么说呢 对正常人来说都不是太友好 一般的来说你得长得好看 身材又要好 才能穿上先锋吧 但是这是一条非常神奇的裤子 立体裁片极大的优化了腿部的线条 实话实说啊 这个CCP有点东西 眼颈的裁片和结构 让这条羊毛西裤穿上非常显瘦 在前面的视频朋友们也看到了 连我这样健身骑车 导致大腿和小腿都不细的人 穿上也一样非常的显瘦 着重说一下面料吧 这款面料我们换了四次 前三次打样的面料都不太理想 因为高含量的缩织羊毛 会有扎人的感觉 老外不怕扎 哪怕他们穿的是毛衣非常扎 他们也觉得很OK 但是中国人不一样 中国人的皮肤很敏感 不能用普通的缩织羊毛面料 如果换成画签的吧 又完全没有缩织羊毛那种高级的质感 缩织羊毛的好处就是 有自然的垂坠感 并且防重 最后我们采购了 英国进口的金狐狸面料 大家可以看到里面 我们都配了金狐狸的这个标 金狐狸面料是英国的一种 高级乘衣的高级面料 金狐狸面料的好处就是 哪怕这个面料里面的羊毛含量很高 也完全没有扎人的感觉 所以最后满意了 每一条裤子里面 我们都会给你配一个金狐狸的笔标 非常的体面 然后我们来谈一下工艺吧 腰部 我们是手工缝制的西裤腰 做起来费时费力 然后背后 我们做的是拼接式的口袋 需要和后缝对齐 这个也非常考验工艺 然后为了不磨当 我们用手工做的当 并且当部有补墙的细节 这一个补墙的细节相当于开一个口袋的工作量 整条裤子都是使用暗缝的勾线缝工艺 看不到明线 最重要的 大家也能看到 是这个侧面三片式的拼接 拼接处 要做到一体 要先勾盖 费时费力 然后内里包边 视觉上是无缝拼接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搭盘 搭盘是异形打扣 考验平车工艺 没有明线 要勾完再翻过来做 这个细条的这种比较难做 总而言之吧 细节见功力